马路车潮多 骑士在小朋友出门玩 怎么在才最安全 实际在路边观察 不到一分钟 镜头捕捉的好几种NG版 危险载法 小朋友不是站在前座 就是坐在后座 还有人干脆一家人 机在机车上来个三贴 但你知道吗 这些在小朋友的方式 大多都违规了 站在前座踏板和三贴上路 最多可发新台币六百元 但骑士真的知道怎么做 才能保障小朋友的安全吗 套上安全绑带 调好适当腰围 让小朋友坐在后座 也可以紧贴妈妈的身体部 失去平衡 扣住完之后 因为它是在我们 坐在我们后面 所以小朋友坐上车之后 我们有个带子 可以很安全的 把它扣在我们搭人身上 贴希提醒 妈妈带零到两岁的婴儿出门 还是套上背带 而到五岁的小朋友 就可以使用安全绑带 跟妈妈的腰细在一起 五岁以上的小孩 增加坚硬因为脚太短 没办法踩到踏板 可以加装机车椅背 亦测安全 马路如虎口 其实在同上路的同时 又要注意前方路况 事先做好安全措施 让妈妈出门 无后顾之忧 既黄家伟宋香林 台北报道 对 我们下路牧场 都强烈了 陈腿 颠币 并不给你